哈喽大家 欢迎回来的爷爷的饭机 我是德德 我是爷爷 今天德德和爷爷来去试吃一家餐厅 在开仑洛的东北大盾菜 有没有很期待的 对 这家餐厅的名字也很有趣 叫食堂 他们家主打的就是东北的大盾锅 其实说实话我是第一自食 然后我看了下菜单 就是每一个都非常诱人 今天就跟大家测评 他们家最有特色的大盾鱼锅 对不对 对 我们来先尝一下鱼锅 鱼锅强确当中有个火锅有点类似 就是他先可以做一个锅 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不同食材 然后可以在里面算 就是有顿锅和顺锅二个一 我们家的鸭鞋 鞋鞋 这个是鲍骨 鱼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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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给了我一个就是自食器 然后现在是还有10分钟就可以开锅了 然后现在就是在坐等 然后我们的配菜已经上来了 然后跟大家看一下我们点了哪些配菜 这个是自制皮冻 这个是独配的酱料 哇 它的酱味好重哦 太脆了 我就吃了这个嘴巴可能特别臭 哈哈哈 它是比较弹压的 对 它是比较弹压的 我觉得这个我一人就给吃完 我都讲一个是一两万的 在我那味道特别上智 它有东西 它的酸味比较好 对 酸味很浓 然后它上面还有那种香菜啊什么的 应该是比较辣的菜 鸡骨价嘛 嗯 嗯 带骨的鸡价 来尝一下 对啊 这个也挺好吃的 好吃挺好吃的 我就没耐心 我就喜欢有肉快一点的 还是挺好吃的 开动吗 我来尝尝鸭血 英国人买个鸭血好像很大 对 对 好吃 对 话不多说直接上煮鱼块 这鱼还是红面色的 你发现没 鱼肉还是很鲜分 就是咬起来 你会觉得说它是新鲜的鱼 因为会卡牙 我找个鱼 你加了点什么 我加了一个鱼 这个鱼超级的 哇 那么多酱起来会散 你看 然后 然后我又加了一个这个新鲜鱼 就感觉它那个汤汁特别的浓 就是已经收进去了 那种鱼 特别爽 这个是不是得配酱啊 不用吗 嗯 好嫩哦 哇 好快乐 就真的很像是在国内吃 那种 那种就是 吃鱼 吃那种 就是一个大锅 那种感觉 真的很像国内的餐厅 杏鲍菇 我感觉在英国还挺难买的 当然只有中套可以买到 杏鲍菇谁点的 还会变了 冰笔点 我来国内吃果物 必点的那种小吃 哇 超好吃 太好吃了 非常口实味道 非常的真坦实 好吃 然后我们又加了一个菜 叫 冠口锅 是不是冠口锅 我们自己烤锅 上来一下 来 耶 来尝一口 来 吃不说话了 因为我觉得它是罐头的 非进什么方面 真的吗 就动你了 对 这个我推了 這都是錯的 但是不好吃 你覺得今天餐怎麼樣? 我給他打個吃飯 就是沒有說哇那種 就是好好吃 但是不難吃 其實還不錯 就是第一次嘗試 第一次嘗試 東北大多多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視頻 以上就是今天視頻的全部內容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給我們點贊留言 告訴我們你想要我們前色名的餐廳 以及英國美食 然後歡迎在其他品牌找到我們 D賞微博小公主 還有西瓜視頻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吧 拜拜 拜拜